请开始如何观照心 这个问题问得很大 怎么样观照心 首先你要知道心是什么 心在哪里 如果你要解答这个问题 你先去督督眼睛 督眼睛一开头 其处真心 先把心搞清楚 先在哪里搞清楚 然后再学着观照 那么这个问题 我想至少也得要花个三五年时间 绝不使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解决的 可是净土宗的办法简单 念阿弥陀佛就是观心 心是什么呢 心就是阿弥陀佛 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它的意思 照这个凡文的 凡文的这个原意 这个这个表面的意思翻译 南无是皈依的意思 阿是五 弥陀佛 弥陀翻作量 佛翻作觉 所以完全翻作中国的意思 归以无量觉 那个觉 就是前面我们讲的灵性 就是佛性 就是真心 觉就是真心 是灵性 不生不灭 那么这一句佛号的意思 就是归以无量觉 所以这就是净土宗观心的妙法 这个好学 很管用 禅宗里面 那你没有三五年的时间 你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你也没办法观 必须搞清楚 你才有能力观 声 问 说 闭心 说 闭心